为了要庆祝中秋节 高雄凤山陈毅里举办了风节烤肉 虽然是天宫不作美 人数呢从千人变成了百人 但是大家的热情是依旧不减的 而在三明区的达永里呢 则是特地用板斗的方式 凝聚李明的感情 现场有300人共襄盛举 场面是相当的热闹 一桌又一桌满满都是人 提到中秋怎么能少了烤肉 高雄凤山区陈毅里 风节烤肉迈入第九年 今年与神同行李明热情不减 我们不饭 因为我们就是热血 滴水则发好啊 雨中做热 之前连续三年疫情停办 去年好不容易办了碰上大雨来袭 今年虽然也下雨 人数从千人缩减到百人 但风节烤肉一样办起来 有人直接搭棚子在家门口同欢 有准备晒菱年花 还有大白虾 还有山椒肉 还有鲜筋肉 还有鸡排 今年准备了十八项的一个市场 中秋活动办起来的还有三明区达永礼 搭棚子 伴桌欢请 大家聚在一起 就算不是烤肉也吃得超开心 母亲姐伴一拜 这个中秋节伴一拜 挺欢迎 欢迎你 我就开心 挺欢迎你 特地用伴桌方式 让一家子围在一起凝聚感情 也让邻里之间更加和睦 大概接近快三百位 因为也是没有廉价 然后运用这个伴桌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来团聚 子女回来的话 凝聚子女的 像心理家庭的凝聚力 当然对我们里面来讲 真的非常有方式 不只吃得开心 还能摸彩 不论伴桌还是烤肉 里长用心 里名也欢喜 记者梁紫月王春龙 王秀成 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